驚不驚喜 開不開心 相信你可能也沒有太大的驚喜 但沒有關係 身為姐妹的我 還是要跟你說 我看到殷森發專輯之後 我是發自內心的非常非常非常開心 而且我希望你唱片各大校園 我希望你紅遍天 好嗎 當紅炸子機就是你了 殷森 姐妹挺你 曾殷森認識了這麼多年 然後也當了這麼多年的團員 真的是非常恭喜你發了專輯 那第二首MV也是我跟Ashley一起導的 我個人是覺得這支MV很棒 那也祝你專輯大賣 加油 哈囉殷森姐 恭喜你發片了 然後你離你的夢想更接近了 因為你從很久以前就希望能夠做一張屬於自己的專輯 然後也恭喜你暫時逃離了戰龍戰爛的魔掌 不過我跟你講 這是暫時的 你遲早會回來 嗨 鄭小姐 恭喜你發片了 很開心可以看著你完成你的夢想 然後又站上了另外一個舞台 然後就是 對 那你的心情一定很不一樣 然後不管怎麼樣呢 希望可以繼續跟你一起共同創造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也祝你可以創造更多屬於你自己的東西 來 恭喜我們政大美女發行首張個人專輯 預告幸福 那祝你專輯大賣 那你在8月6號的時候呢 暗戀萬歲的MV也順利的上線了 那這次呢 暗戀萬歲也是我們七七娛樂製作來拍的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成品是非常非常棒 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下 然後我在8月6號的時候也有聽到 你跟沐昕FIT的合唱 喔 忘記歌名了 但是呢 我只有一個結論就是 欸 我覺得你們那一首歌很難唱的感覺 就是你的高音很高欸 比沐昕的還要高 所以我不知道你現場是不是會破音 我是有點替你擔心啊 因為你們之後一定會有現場的 一定會唱這首歌 所以我會替你捏巴冷汗 那你要加油 好不好 那如果真的破音了沒關係 你就回來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總是門打開歡迎你 my whole me 恭喜鄭醫生發新專輯了 這一次也非常謝謝你 能找我跟妳一起合唱特別的存在 我有一種美夢成真 然後還有一種很榮幸很驕傲的感覺 謝謝你我的好姐妹 對我來說 你也是特別的存在喔 哇 好感人喔 他們錄的時候有偷跟你講嗎 沒有 真的喔 沒有 真是很守信用的一群朋友欸 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欸 不能一起來啊 因為就是他們也說 這是屬於你的一次的那個個人的秀 然後我們就說欸 可是朋友總有些話想跟你說 都相處那麼多年了 他們 我們其實很像家人 嗯 可是他們這樣看他們一片錄下來 欸很感人欸 我剛剛真的 是喔 這是什麼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 重點是這句喔 對 然後我到現在就是一起出來 跟他們感情 就是剛剛看他們這樣子的 對 其實有點感動 真的是發自內心 對啊 穿背心就 吊尬就直接錄了 對啊 頭髮都沒出就戴帽子 家人嘛 對啊對啊 他們哪 care 然後最後還不忘臭你一下 標高音如果覺得這個 這條路走不下去 記得回家 好像其實希望我破音拿回來拍